在台湾从南到北 已经有多家实体店面的 富比士联盟商城 2018年8月9号上午 在台中市大业路 举办台中店的开幕与世 随着网路消费的流行 企业的一业结盟寻求不断的成长 富比士联盟就是连结各行各业的消费商品 以上下合作 全民投入的创新思维 打造全新的消费商城王国 在台中市开幕的活动当天 除了有舞龙舞师的表演活动之外 还请来了艺人许维恩 跟模特尔林佳琪 赖林恩 王丽雅 安妮 吴品轩等人上台 为他们加油助阵 富比士集团主席张成平充满信心的说 要创造一个无限商机的消费大市场 各行各业 像举如汽车机车 3C产品 营养产品 百业对接 签业整合 然后让我们台湾的企业来发声 翻转他们的经济 为我们所有与会的VIP狼团的会员 创造出新的里程碑 OMO线上线下在我们台湾的第一站 我相信会全省开花 遍地开花 富比士集团主席张成平表示 创立联盟商城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活络消费 繁荣经济 所以包括建筑 房地产 房地产 汽车等 十一住行各方面 都可以带进富比士 这个大家庭来 所以才能够吸引大批民众加入 让商城 每天都人潮满满 门庭落势 看得到未来的大商机 那我们富比士集团呢 就是希望借由我们的这个竞拍的流程 这个电子商务的流程 然后呢 去翻转所有人 这个货品跟产品 然后可以借由我们的平台 把各位的产品发扬光大 这一次前来参加开幕活动的艺人跟模特儿 也都趁机来到台中的商城逛逛 艺人许维恩说 女孩子都爱逛街 她发现富比士商城 有很多消费优势 富比士主席张承平乐观地表示 联盟商城台中店开幕之后 将来还会扩及到海内外各地 让更多人加入 把市场做大 希望打造华人地区 最大的消费平台 创造狼时代的企业王国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所有上下的商品都是我们